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205我说过要把你丢粪坑 可是 林雨彤仍然有些犹豫 别可是了 嘿嘿 我突然发现你挺关心我的 叶浩轩突然有些阴险的一笑 谁 鬼才关心你了 只是本小姐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林雨彤脸上涌起两抹红韵 的确 他貌似对叶浩轩关心的过了头点 他比不清楚 这是什么原因 走吧 这件事以后再说 叶浩轩微微笑道 林雨彤点点头 与叶浩轩一起离开 哟 这不是被开除了的人吗 怎么现在还敢光明正大的 出现在这里 孙丽的声音从叶浩轩的身后传来 叶浩轩皱皱眉头 压住心头的火气 他现在不想与孙丽一般见识 嘿嘿 得罪孙少 这就是他的下场 孙丽身后的一众小跟班说 走吧 叶浩轩淡淡的说 拉着林雨彤的手便向外走 孙丽一看到林雨彤 马上眼都变直了 他并不知道林雨彤的身份 他心中暗骂 怎么好白菜都被猪拱了 美女 来认识一下呗 孙丽洗皮笑脸的绕过叶浩轩对林雨彤皮笑肉不笑的说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孙丽 你应该听说过吧 听说过 林雨彤冷冷的说 哈哈 孙丽大笑 你跟着这小子被开除了 知道为什么吧 是因为本少我 跟着他这种人是没前途的 要不我请美女喝一杯 大家认识一下 看着林雨彤越来越冷的表情 叶浩轩拾去的向后退了一步 敢招惹林雨彤这个女暴龙 孙丽真是活着不耐烦了 当初东方大少得罪林雨彤时的情形还在叶浩轩的面前 她不由得已经为孙丽默哀了起来 我对你这种人渣没兴趣 林雨彤冷声说 你说 谁是人渣 我告诉你 马上给孙少道歉 不然的话 饶不了你 一个小混混上前指着林雨彤喝道 林雨彤大怒 伸出手抓住那小混混的手 用力下向一撇 只听咔嚓一声响 那小混混一声惨叫 手指已经向下扭曲 显然是骨折了 只是这还不算完 林雨彤一览裙摆 又腿猛的翻起 正中那小混混的档步 轰一声 那小混混直接飞出两米多远 双手捂着档步 双眼一翻 就此晕了过去 林雨彤今天穿的是一双高跟鞋 这一脚又是寒奋踢下 在场的男人不由得双腿一紧 下意识地向档步舞去 孙丽吓了一跳 没想到 这个美女竟然如此暴力 连忙后退了几步喝道 你不要乱来 不然你们别想在这里混下去 林雨彤大怒 就要上前给孙丽一个教训 叶浩轩连忙拦住她说 算了 给这种人一般见识掉身份 林雨彤这才给孙丽一个警告的目光 然后随叶浩轩一起离去 特妈的 一个野种 也在这里充身份 孙丽不甘地骂了一声 原本她这句话只是为了维持自己 恶少的尊严 岂之就是这一句话给自己惹下了祸根 叶浩轩冷冷地转过身去 冷笑道 孙丽 记不记得我曾经对你说过什么 看到叶浩轩阴沉的目光 孙丽心中打了一个凸 他下意识地问道 说过什么 我说过 你敢再来招惹我 我就把你丢到粪坑里去 叶浩轩说 这快速冲上前去 一把抓住孙丽的衣领提了起来 叶浩轩 你敢乱来的话 我要让你好看 孙丽大惊 但嘴上还是硬得很 放开孙少 孙丽的几个跟班摩拳擦掌 但林雨彤一个冷冷的眼神扫过去 这些人一个哆嗦 谁也不敢吭声了 开玩笑 眼前这个美女十足的女暴龙 如果招惹了她 躺在地下的那个混混就是他们的前车之剑 是吗 叶浩轩一声冷笑 接着转身向一边围观的人问道 大家说我敢不敢 敢 当然敢 围观的人又开始兴奋了起来 经过上一次叶浩轩痛揍孙大嫂的情况 他们已经知道 叶浩轩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 一些人已经拿出手机 打到摄像机 记下这动人心弦的一刻 叶浩轩冷笑这扯这孙丽 然后砰的一声 将一边的公厕门撞开 然后抓这孙丽 像是抓小鸡一样的走了进去 只是进去片刻 他便出来了 对于那些拍照的学生们挥挥手道 不好意思 让大家失望了 厕所里面太干净了 没有粪坑 咱们换下水道行不行 好 众人兴奋地答道 叶浩轩 你敢 孙丽大惊 他感觉得出来 叶浩轩这一次是完真的了 叶浩轩提着孙丽 静自走到一处下水道盖前 掀开盖子 一阵刺鼻的臭味迎面而来 让人闻之作呕 叶浩轩提起孙丽 不顾孙丽的尖叫 然后静止将孙丽从井口处丢了下去 扑通一声闷响 这显然是孙丽落入下水道的声音 啊 里面传来孙丽的尖叫声 这下水道里面的淤泥足有其腰身 而且里面老鼠蟑螂乱爬 甚至还有一些乳白色的东西在里面蠕动 孙丽甚至感觉那些东西在往她的菊花里钻 叶浩轩不去理会 与灵雨童一起镜子离开 孙少 孙少 带两人走后 那一群跟班这才赶跑上前去 找了一根绳子 孙丽拉这绳子被拖了出来 一阵恶臭迎面扑来 就连一向拍他马屁的跟班 也忍不住皱眉后退 谁也不愿意上前去 这时 一个眼明手快的跟班找来一根水管 接入洗手间里面 然后为孙丽冲去那一身的恶臭急乱爬的蠕动 软体生物 孙丽伴坐在地上 一阵哆嗦 太欺负人了 叶浩轩太欺负人了 他忍不住 他忍不住委屈地哭了起来 有这样欺负人的吗 有这么欺负人的吗 将人往下水道里丢 有这么欺负人的吗 尤其是想到下水道中那肮脏的情形 孙丽都有种想去撞墙的冲动 尤其是在众目睽睽他像死狗一样的被人拖出来 他感觉自己的世界崩塌了 围观的人 没有一人同情孙丽的遭遇 因为这小子实在是太恶名照著了 他横行无忌 欺负别人的时候 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会有今天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